天天向上 家乡的宝藏 收官之座 贵州安顺 师傅团帅气来袭 我心里的你 是你给的天明 又又有旋子 好 帅 爽 我跟他都认识20年了 有20年的兄弟 对 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演员的身份 现在是个脸员的身份 为何全体改名钳子 来 留钳子 钳子鱼 董钳子 你什么 谁说抱团不如自由行 只是你们遇到过 这么有趣的导游 如果说你选择这条线的话呢 我敢保证你是排队一分钟 拍照一整天 你们就得多冷清啊 在我们贵州 把美女叫做钉子 好 追那个女孩的拔钉子 碰到一个美女 我今天碰钉子了 对老板西游记的时候 当时猴子跳进去的那个瀑布 就是咱们的黄果树瀑布 哦 参加这个团的话 需要几点起床 基本上不会起得太早 7点钟起床 8点钟出发 这么早啊 我们回到现在 没见过中午12点什么样的 他除了拍摄过 蜘蛛巾偷看蜘蛛巾洗澡之外呢 出发去也偷看蜘蛛巾 对 蜘蛛巾 不用偷看蜘蛛巾 不好意思 这个角度将近有40米 底面积大概有12个足球场 这么大 你什么 整个寨子里面 你用人民币 是没有办法买到东西的 好 从安顺吃到囤铺 最后吃到黄果树 这条黄金线上的美食 下周一晚10点 跟着陈丽 去看蓝色星球上最美的樱花 解锁贵州旅游新密码 词 一些 防吐 谢谢观看